如果没有这条运河,如果运河晚休二十几年 今天的自由女神和最终童牛也许就不在纽约,而是屹立在别处了 这条运河是自纽约首普阿尔巴黎到水牛城的伊犁运河 运河全长580公里,是世界上仅次于中国金航大运河的人工运河 河道提升水面180米,曾是北美最大的公共工程项目 史学家研究,直到1815年,欧洲很多地方的农民一辈子劳作生活的范围半径,也只有6到7公里 靠流车和马车运输,玉米运送到60公里外,小麦运送到100公里外 售价就基本和目的地的价格一样了,没有利润可言 人们的经济活动半径,也就局限在这个范围内 1824年,担任过美国国务卿的丹尼尔·韦伯斯的曾说 我们可以认为,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在距离费城50亿里的范围内 意思是说,内陆距离50亿里的运输成本,相当于费城到瑞典的海运成本 早期北美13州,大宗货物都是靠近海运输 与中西部的运输被北起缅银州南到阿拉巴马州,长2400公里的阿巴拉西亚山挡住了 中西部大量物产,因为运输成本太高而无法运输 农场组也想了些办法,比如俄亥河地区的谷物,因为产量高,价格低,运送谷物不合算 就量成威士忌酒,用提高附加值来取得收益 殖民早期做皮毛生意时,人们就注意到,在阿巴拉西亚山脉中 有五个地方可以修路连通东西部 其中,纽约首府阿尔巴尼附近,更是有一条东西走向的莫霍赫河穿越了阿巴拉西亚山 在这里,仅需要提高水位190米,就可以利用河流运输 而在宾州,需要提高水位1020米 1730年代,有人就提出利用莫霍赫河打通东西的想法 不过只是想想而已 1800年左右,康州人杰西·霍利到纽约州西部的日内瓦做小麦和面粉生意 他从当地收购小麦,然后在塞内卡瀑布陌生面粉,送到纽约出售 霍利投资这个生意,是因为他看到一家公司正准备改善塞内卡瀑布附近的河流 让博传通行 可惜,1804年,这家公司停止了改造的事 霍利的投资打了水漂 1806年,因欠债被送进了债务人监狱,一关就是20个月 在牢房中,霍利写下了14篇关于修建运河的文章,并刊发在报刊上 虽然霍利没有接受过工程学和经济学的训练 但他对运河进行了成本收益分析 论述非常详细 他写道,修建的运河将会把北美众多的湖泊和纽约的市场相连 一个世纪之内,纽约就会高楼林立,人口繁多 他还规划了运河的路线和一些解决水位落差的船杂 伊犁湖海拔172米 哈特迅河和摩霍克河霍口的海拔为1.5米 有170米落差 通过36座船杂解决 霍利还估算了造价 并呼吁纽约州政府应该资助这个工程 不过当时很多人认为 霍利的构想是疯子的胡言乱语 当时的总统杰弗逊也称 这简直是疯狂之举 真要修也要再等一百年 此时,大洋彼岸的英国正掀起了修建运河的高潮 1759年,英国的布里奇沃特运河开工 在解决了一系列工程问题之后 这条66公里长的运河于1795年正式通航 直接让曼彻斯特的煤价下降了一半 引来英国投资运河的狂潮 虽然美国已经独立,但和英国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运河成功的消息也给美国人带来了启发和冲动 伊律运河也被称为克林顿运河 以纪念州长克林顿为运河修建起到的举足轻重作用 德威特·克林顿来自于荷兰贵族的移民家庭 先后在普林斯顿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读书 是哥伦比亚大学从国王学院改名的第一届毕业生 家族中有很多人从政 他的叔叔乔治·克林顿 曾是美国副总统兼纽约州州长 德威特为乔治担任秘书也走上了从政之路 先后担任过美国参议员、纽约市市长、纽约州府州长 甚至在1812年参加了美国总统竞选 1817年克林顿当选纽约州长 早在1810年克林顿就加入了伊律运河筹备委员会 负责规划和勘测线路 因此他对运河事务非常了解 在委员会的提议下 纽约州曾申请联邦拨款资助修建运河 联邦政府曾以额被称为加勒庭的计划 目的是利用美国的河流水利改善交通 最初包括开通莫霍克河到五大湖的运河 但后来因为工程太大而放弃 克林顿就任州长后 全力推动运河项目的启动 1817年4月15日 克林顿说服纽约州议会 拨款700万美元 作为修建运河的资金 尽管有反对意见 议会还是同意拨款 此外还在国内外市场上 发新债券筹集资金 此时 离获利的提议整整十年 即使对运河的建设已经做了大量的解释和论证 有人还是称项目是克林顿的阴沟和败笔 好在运河的好处有眼光的人都能看出来 1822年 克林顿的第一次州长任机界满卸任 三年后1825年再次被选为州长 让他继续监督运河工程是获选的主要原因之一 工程动工前 周一会先派了一个委员会 沿途实地勘测地势地貌 根据地势 委员会确定将运河分成东中西三段 其中中段地势平坦最容易开挖 从优提卡到罗马一段24公里 不需要建船闸和高架桥 1817年7月4日 正式从罗马东工向优提卡开挖 选择这一段作为样板 展示给公众获得更多支持 还有一种说法是 这一段离阿尔巴黎和水牛城都有距离 修完后前不招村后不招店 迫使后续资金能够得到保证 才能达到目的地 修建全靠人力和蓄力 当时工地上除了本地人 还有一批阿尔兰新移民 人数大约5000多人 有人刚下海轮就赶到了工地 工资是80美分一天 包住宿 还有一些威士忌酒 曾有传闻 略计曾一度传播 有上千工人为此伤命 即使修建最平坦的这一段 24公里的运河 也用了一年多的时间 如果按照这个速度 整个工程需要30年的时间 导致工程缓慢的主要原因 是前期的砍树清理道路 要砍上千棵树 再一寸寸清理灌木碎石 最难清理的是树根 后来人们发明了这个专门拔树根的设备 两边的大轮子直径4.8米 中间的4.2米 利用这个工具 七个人 两匹马或者牛 一天能拔出30到40个大树根 大大加快了速度 伊利运河是美国修建的第三条运河 之前在查尔斯顿和波士顿 也修建过两条 但距离都很短 只有20多公里 而且是由英国工程师 设计和监督施工的 伊利运河则完全靠美国人自己 依靠摸索 解决了很多工程问题 主要的工程人之一 本杰明·奈特 是位法官 同时还是位地理测量员 27岁时受命勘测设计伊利运河 他自费到英国取金 回来后成为运河的总工程师 除了伊利运河 此后还担任了多条运河 和铁路的总工程师 1969年 美国土木工程协会 宣布他为美国土木工程之父 奈特启用了很多像他一样 没有很多经验的人 一位是内森·罗伯茨 罗伯茨自学成才 以教师为职业 在各地游走 他很精于理财 每次都将收到的报酬 用于置地 1792年 他用收到的200美元收入 在佛梦特州买下了100亿亩土地 1816年 40岁的罗伯茨 被奈特选中作为助手 开始了参与运河建设 奈特给他第一个工作 是测量罗马到三列卡湖之间的距离 罗伯茨带领一队13人组成的小队 开始了工作 他们晚上睡在帐篷里 白天面对无边无际的荒野 此外还有难以忍受的高温和满天飞的蚊虫 日记里 罗伯茨描述了每天吃的东西 一块猪肉 盐和坚硬无比的面包 然后用威士忌和澡澡里的水送下 罗伯茨凭借他的数学和吃苦能力 一直参与运河的修建 1822年6月 运河修到林亚加拉悬崖附近 迎面有一段24米落差高的巨大天然岩石 挡在了河道上 从这一东 有近480公里的运河已经开通 工程是将最艰难的地段留在最后 之前遇到水位落差 都是靠修建船杂解决 如果落差大 可以修建多个船杂逐机提升 但是这里地势突兀 落差大 距离短 很难建立多个单一的船杂解决落差 罗伯茨提出建立一座整体的5级船杂 形象的称为飞行楼梯来解决问题 工人们在坚硬的岩石里深接出河道 修建阶梯船杂 每级提升5米 啃瞎了最难的河段 飞行楼梯也是一类运河工程上的得意之笔 耐特还任用了年轻人肯瓦斯怀特 他解决了修建河道石缝的防水问题 怀特发现沿头的一种石灰 掺杂在水泥中可以取到很好的效果 后来怀特成立了自己的水泥公司 运河修建中 东段的落差是最大的 从小布布到斯内科达迪近100公里的运河河段中 修建了13座船杂 水位提升了27米 从斯内科达迪到特洛伊26公里河段中 水位更是落差61米 从斯内科达迪到阿尔巴黎 共修建了53座船杂 此外还修建了多座高架水局和桥梁 这是7号船杂现在的情况 已经没有货船通过 来往的都是游船或者游艇 过船杂也不收费 运河修建采取从一到南的办法 分段施工 工程完成一段就开通一段 1819年10月22日 第一艘船从尤提卡出发 到达罗马 1820年开通了从尤提卡到雪城一段 1825年10月26日 整条运河全线完工 当天整个纽约州都在庆祝 州长克林顿带队乘坐塞内卡酋长浩伯伦 从水流程出发 历时十天到达纽约 在纽约港 克林顿将一桶伊犁湖水 倒入了大西洋 以示伊犁湖和大西洋联姻 水流程的法官 则带了一桶大西洋的海水 回到水流程 倒入伊犁湖中 此后 连接伊犁运河的众多支线开始建设 最终形成了纽约州的运河系统 几乎深入到纽约州的每个角落 运河还不断升级改造 今天还在使用的部分河段 和旧运河已经有所不同 完工的运河河面宽12.2米 底部宽8.5米 水深1.2米 旁边配套的牵引路宽3米 行驶在运河的船不需要抵抗风浪 因此都是平底船 载货量大 开始船只没有动力 靠马和骡子在岸上牵引前进 一批骡子如果搭载货物 只能载重130公斤 但要做牵引用 可以牵引载重27吨的舶船 运河建成后 运输的时间缩短了一半 运输成本则减少了90% 运河修建前 在最好的公路上 每吨户每英里的费用接近20美分 而运河的费用下降到2.3美分 到了1850年左右 更是下降到1美分 最初的职业效果 就是东部地区的食品价格大幅度下降 之前一桶面粉从罗杰斯特 运到奥尔巴黎成本是3美元 有了运河之后 下降到了75美分 严运河崛起了很多城市 像阿尔巴黎 雪城 罗切斯特和水牛城等等 纽约也因此成为中西部的大西洋母港 中西部的货物和客流 都让伊律运河带到了纽约 从而一举超过了波士顿 费城 巴尔蒂摩和新奥尔良等其他城市 成为美国第一大都市和港口 伊律运河在经济上非常成功 运河设立了三处称重的收费站 分别在特洛伊 优提卡和雪城 运河投资超过700万美元 但是全面开通前就已经收回了投资 并盈利100万美元 此后 盈利为州政府的运作和联邦政府偿还债务利息 都做了很大贡献 伊律运河的成功 带了美国东部地区的运河热 各地纷纷投资新建运河 可惜在经济上成功的寥寥无几 很多陷入了债务危机 运河虽然优势很多 但也存在受地域限制 冬季无法使用等劣势 尤其是在铁路运输出建后 让运河在载重和速度上也甘半下风 伊律运河开通12年后 1837年 盐运河修建了铁路 最初运河还有竞争力 但最终敌不过铁路的发展 在其他州 铁路也打通了东部和中西部 如果伊律运河晚修成20年 东部很多城市都有机会成为 今天的美国第一大都市 如今 运河沿岸很多遗址 都开发成了公园 部分河段有游船开通 我们就搭乘了一段 还参观了雪城的运河博物馆 原来拉倩的罗马道 现在改成了自行车套 据说能从纽约 一直骑行到水牛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